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白鲁斯和波兰边境的最新情况 昨天给大家介绍了普京新任命了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格拉西莫夫 任命萨柳科夫为副总指挥 萨柳科夫今天抵达了白鲁斯 刚刚任命结束,他就抵达了白鲁斯 抵达的是白鲁斯方面军的总参务所在地 在这个位置 像这个总参务所在地,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在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他也是首次抵达白鲁斯方面 他位于白鲁斯共和国武装部队训练场 对俄罗斯的军事单位进行检查 工作过程中检查了作战协调演习的质量 并评估了 俄军为确保联盟国家军事安全而完成预定任务的 准备情况 同一天,白鲁斯方面也进行了拉动 白鲁斯第11禁卫计划旅一个军事单位 联合俄罗斯 俄罗斯的部队在俄罗斯的总参部协调下 圆满完成了分配的任务 这是白鲁斯方面的消息 这是拉动过程 现在呢,白鲁斯和俄罗斯的联合演练啊 特别是白鲁斯军队啊 已经被全部动员起来 所以从格拉西莫夫啊 他担任特别军行动总司令来看啊 白鲁斯北兰很有可能会参战 因为格拉西莫夫他这个级别在这 他呢和白鲁斯的军方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协调啊 如果是之前那个普里格金的话啊 实际上他很难对白鲁斯的这个军事力量进行协调 因为他这个层级不够 所以现在看白鲁斯参战啊 这个概率越来越大 另外呢 俄罗斯方面的任命了新的司令 俄罗斯媒体呢也分析啊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种作战啊 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不仅体现在国防部的人事变动啊 也体现在对俄罗斯军队指挥和控制结构的调整 那昨天呢 国防部长少爷谷呢 任命总参谋长陆军上将瓦列里格拉西莫夫为联合部队的总司令 空天军总司令陆军上将谢尔盖苏罗维金地面部队总司令陆军上将萨柳科夫 就图片中这一位 和副总参谋长阿列克谢金上将为他的副手 那俄国防部呢 澄清说啊 这次特别军事行动领导层的层级提高 是由于啊 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任务规模扩大了 以及需要组织俄军各军种之间密切的互动军队 需要提高部队分组的支持和指挥控制质量 那格拉西莫夫呢 是俄罗斯级别最高的职业军人 总参谋长 从任命到新职位的那一刻起呢 所有的决策都由格拉西莫夫来决定 苏罗维金和萨柳科夫 那现在呢 俄罗斯媒体分析呢 很有可能直接会参加在 乌克兰北部和顿巴斯作战 他们会直接参与 而且呢会直接参与指挥 两人呢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画面中是萨柳科夫 他现在已经抵达白欧斯方向 那萨柳科夫呢很有可能 指挥白欧斯方面军对基辅发动攻击 金呢 很有可能在顿巴斯 在顿巴斯地区指挥作战 萨柳科夫和金呢 都参与过阿富汗 塔吉克斯坦 叙利亚和车臣的一些行动 那么苏鲁维金呢 他还会继续啊 在乌克兰的指挥作战行动 大家知道苏鲁维金呢 是意志坚强 经验丰富的将军啊 他的 执行作战计划的这个能力非常强 而且呢 军纪要求的非常严格 所以现在呢 很有可能由苏鲁维金 和萨柳科夫 还有金 共同来指挥在乌克兰的北 中 以及南部 共同指挥军事行动 现在呢 西方媒体呢 对俄罗斯这次高级别的这个军事人员的变动啊 有负面的说法啊 包括纽约时报 我也看了一下 纽约时报认为呢 苏鲁维金实际上呢 是由于主动建立防线组织 从赫尔松撤退 被降职 成为格拉西莫夫的副手 金融时报啊 我也看了一下 金融时报呢 同意其观点 并补充说啊 应对马基辅悲剧负责 这是苏鲁维金降级的原因 彭博社呢 我也看了一下 彭博社呢 看法有点不同啊 彭博社引用了退役将军 叫布任斯基的说法 说新任命很快 将加快特别军事行动 内部做出军事决策的过程 此前呢 苏鲁维金无法直接指挥舰队 远程航空兵 他必须与格拉西莫夫进行协调才能行动 那么现在直接由格拉西莫夫来指挥 那未来俄军的行动规模会扩大 不光有之前的这个空天军 也就是导弹可以攻击乌克兰 包括舰队 远程航空兵 甚至包括俄军的这个战略一些战略武器 都可以投入到乌克兰战场 由这个格拉西莫夫直接写掉 那么俄罗斯国内的媒体呢 包括国防杂志主编 克里琴科他也发文 他对格拉西莫夫被任命为总指挥呢 他也强调 实际上强调了俄军的整体性的协调 也就是格拉西莫夫呢 他的上任有助于部队之间的协调 另外呢 会加快俄罗斯武装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 大规模进攻的整个竞争 当时由苏罗维金领导时呢 由于他在武装部队中的官方和正式职位 他的权限和资源有限 许多情况下呢 他扮演着许愿者的角色 按照俄罗斯媒体说法是许愿者 某些问题上呢 需要求助于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并由格拉西莫夫协调完成 他对总参谋并没有直接的负责 只提供帮助支持 所以呢整个协调的效率大大降低 整个作战的效率大大降低 现在有格拉西莫夫直接上任 他可以直接同总统通话 绕过国防部长 要是绕过国防部长 权力更大 而且呢 可以限制俄军内的一些官僚做法 那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方面呢 认为呢 格拉西莫夫的上任呢 俄罗斯 他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会扩大 而且呢会动用更先进的武器 甚至包括战略武器 我个人猜测呢 有可能是战略空军 包括战略核武器 都有可能 那实际上主要应对的还是波兰 直接在乌克兰西部 参战这个威胁 昨天给大家介绍了 波兰总统杜达 抵达了这个利沃夫 与乌克兰总统会面 会谈后呢 杜达表示啊 波兰准备向乌克兰转让 10辆爆式 A1M4坦克 由于柏林和华沙此前的军表示 不打算单独提供坦克 因此呢 可以高度肯定的认为呢 在不久的将来 向乌克兰提供数十辆 甚至数百辆西方主战坦克问题 成为现实 那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德国方面已经表示 美国不向乌克兰提供 布拉德利战车 也就是美军的主战坦克 德国将禁止波兰 还有西方的其他使用 德制坦克的国家 向乌克兰提供 巴尔坦克 那就是你美军的坦克 也得进来 我才能向波兰 向乌克兰提供 巴尔坦克 如果波兰单方面 向乌克兰提供 巴尔坦克 德国将很难提供 后巡 包括零配件 这些支援 英国呢 现在也准备向乌克兰提供 挑战者 那这一切呢 实际上大家知道 是俄军现在在 苏达尔方向 已经成功的占领了苏达尔 并包围了巴赫木特 因此呢 现在巴赫木特的乌军 处于被包围的状态 而塞卫尔斯克方面的局势 对乌军来说 更加至怪重要 那乌克兰在顿巴斯的前线 在整个的战线 从整体战线来看 从未像过去几天那样 有灾难性的 一种崩溃的状态 就是在整个顿巴斯 俄军突破了乌军 经营了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十年以上的 这个索尔达尔方线 让乌军的整体 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 那这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呢 现在西方也非常紧张 向乌克兰 向利沃夫方向 准备部署这个重型堂戈 大家知道 索尔达尔的陷落呢 导致乌军在顿巴斯 整条防线的崩溃啊 乌军现在很难在顿巴斯 整条战线上稳定下来 索尔达尔附近呢 几乌军的所有的装备 都被俄军摧毁 人员大量的消耗 甚至在基辅 从切尔尼哥夫方向 调派了大量防御白俄罗斯边境的部队 前往顿巴斯增援 大家知道 一个半月以前呢 在赫尔松 大量的乌军呢 向顿巴斯集结 整个乌军气势汹汹 甚至考虑要反攻克里米亚 但是现在呢 情势急转之下 乌军呢 甚至准备 要进攻梅里托布尔 当时我给大家介绍了 乌军呢 有大规模的部队呢 向扎伯尔方向集结 而且呢 还攻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声称呢 要夺回克里米亚 但实际上 乌军的反攻从来没有开始 由于乌军缺乏军事装备 以及缺乏兵员 基辅呢 根本没有能力实施 反攻克里米亚的计划 随后呢 在卢干斯克 利希昌斯克 克里米亚方向 和俄军进行长期拉拒 四个星期前 基辅呢 认真讨论了 2022年2月23号春季之前 双方基础线 恢复双方基础线的可能 也就是说 恢复边界的可能 现在呢 乌军 包括基辅的总参部 不再讨论乌克兰 在顿巴斯 恢复边界的可能性 就是放弃了 重新夺回顿巴斯 重新夺回克里米亚的想法 现在基辅的问题呢 是阻止俄军的进攻 俄军开始大反攻 并稳定战线 进行下一轮的总动员 训练新的士兵 从西方接收新一批的重装备和弹药 这才是现在基辅考虑的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呢 基辅很有可能 希望波兰向乌克兰西部 利沃夫派出波兰的部队 进入乌克兰西部 来稳定乌克兰的局势 现在很有可能会有 首批的波兰军队 进入利沃夫 进入乌克兰西部 开始防卫白俄斯 布列色方向的边境地区 除了波兰以外呢 立陶宛方向 还会对加里英格勒施压 波兰和立陶宛 实际上在卢布林 卢布林三角这次谈话 实际上也确认了 立陶宛和波兰 将在苏瓦乌基走廊附近 加大军事压力 特别像加里英格勒施压 制造紧张 立陶宛和波兰的配合之下 在白俄罗斯边境 也会制造紧张军事 如果维尔纽斯 关闭加里英格勒的中转转 特别是加里英格陆路通道 苏瓦乌基走廊 那就可以完全封锁 俄罗斯在波兰的海 加里英格勒的后勤 从现在情况来看 实际上格拉西莫夫 他被任命为 特别军事行动的总指挥 他面对的不光是在乌克兰战场 是从芬兰到黑海 从芬兰到黑海 整个东欧平原 都是格拉西莫夫 他的作战范围 由于他将面临整个北约集团 在东欧地区的对俄罗斯的整体维度 那所以格拉西莫夫 他面对的不光是乌克兰战场局部的 而是整体的 这也是任命格拉西莫夫的主要原因 那对于目前形势呢 实际上北方军区的领导层 地面部队总司令萨柳科夫 格拉西莫夫 苏罗维金 他们的任命呢 可以直接的向西方传达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整个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范围已经扩大 未来呢 包括立陶宛 拉图亚 爱沙尼亚 甚至芬兰 波罗的海 南岸 都有俄军作战相关的计划 包括波兰和乌克兰边境地区 那上一次呢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啊 在这个方向呢 是1941年 那当时是苏联 只有朱可夫 他担任苏联红军的总参谋长 被派往这个地区 所以当时是朱可夫元帅 他呢 作为战略家 成为苏军的总参谋长 当时也是指挥 从芬兰到黑海 整个白俄斯和乌克兰方面 当时呢 朱可夫元帅呢 实际上是与德军啊 东方集团军群 在整个苏联的领土上 进行大规模的作战 那么现在呢 格拉西莫夫 他又被任命为 特别军事行动的总参谋长 实际上是接替了 当时朱可夫元帅 他当时的 整个的战区 也是从黑海到波罗的海 到芬兰湾 整个东欧 整个东欧地区 那么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呢 是明显啊 要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由黑海沿岸 乌克兰 扩大到白俄罗斯 拉图亚立陶宛 包括波罗的海方向 甚至包括啊 波兰北部的加林格勒 都是作战的战区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现在呢 很多媒体并没有分析到这一点 另外呢 格拉西莫夫啊 他到2025年呢 就是年满70岁 就要退休了 所以格拉西莫夫这一次 被任命为总参谋 也是他最后的 我个人判断 职业生涯的绝差 现在基辅方面呢 也意识到 俄罗斯呢 准备在基辅啊 在白俄斯方向 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基辅呢 现在最新的消息 已经开始在 基辅的外围啊 修建这个 战壕 大家可以看 这是基辅啊 今天在 靠近白俄斯边境地区 修建啊 攻势的画面 而且呢 埋设反坦的地雷 特别在基辅北部啊 切尔尼哥夫沿边境一带 埋设大量的这个 反坦地雷 另外呢 基辅方面呢 也加大了 白俄罗斯的渗透 以及俄罗斯的渗透 我前面说过啊 俄罗斯呢 有一个俄罗斯解放军 那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乌克兰方面也加大了 对俄罗斯国内的渗透 包括在俄罗斯国内招募 俄罗斯的反对派 大家可以看这个画面啊 这个画面是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 特别拘留一名男子 这位男子呢 他承认啊 他打算前往乌克兰 加入乌克兰的俄罗斯解放军 要与俄军作战 那这名男子呢 设法与乌克兰的激进分子 代表取得联系 之后呢 他决定前往乌克兰境内 研究了出发路线 购买了军事装备 制服 还有医疗用品 就俄罗斯国内呢 有一些 极端势力啊 也就包括俄罗斯国内的 新纳粹分子 他也受到乌克兰方面的招募 招募前往乌克兰 乌军作战 所以对俄罗斯进行渗透 包括西方呢 给予的一些好处 包括可以前往欧盟国家 给签证 给身份 所以可以看 在俄罗斯国内呢 有很多俄罗斯人决定前往乌克兰参战 叫俄罗斯解放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西方呢 对俄罗斯的渗透在逐渐加大力度啊 特别是俄罗斯国内这个反对派力量啊 你像霍多尔科夫斯基啊 这些人 他还会提供资金 援助俄罗斯这个反对派 包括组织这个军事力量 对俄罗斯境内的经颠覆 甚至刺杀普京 那么大家可以看呢 整个俄乌战争呢 已经扩大 外溢 演变为整个东欧集团的对抗 就是东欧的北约国家联合起来 对抗俄罗斯 包括在白俄罗斯方向 在乌克兰方向 整体的一个对抗 北边呢 到波罗的海 南到黑海 所以俄乌战争已经完全扩大了 那格拉西莫夫呢 他的上任 乌克兰方面也非常清楚啊 俄军的用意 实际上呢 俄军下一步很有可能会扩大在基辅的作战 在利沃夫的作战 包括在布列瑟 南下利沃夫 所以波兰现在也准备好 所以和我之前的预测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整个俄乌战争在扩大 而西方呢 现在呢 也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重型装备 越来越清晰 那这是今天呢 我个人啊 对格拉西莫夫担任 特别军事型的总司令 我个人的一个分析 俄乌战争已经扩大 那未来呢 欧洲 欧洲面临着战争风险 也不断地上升 欧元的压力也巨大 欧洲的经济 也受到巨大的压力 所以我说啊 现在实际上整个欧洲 已经被美国绑架 已经被美国绑架 从经济到军事 完全被美国 牢牢地控制住 这就是欧洲的悲哀 它不能控制自己的安全 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俄罗斯呢 实际上呢 它的地缘证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建立一个缓冲弹 那么普京既然已经开战 他就不会选择退缩 选择结束这场战争 如果这场战争结束 俄罗斯没有获得 自己想要的这个战事结果 也就是获得和北约之间 这个稳定的一个隔离带 一个安全区域 那实际上普京很难 向俄罗斯老百姓交代 所以俄乌战争 我之前说过 不会这么快就结束 之前很多人 一说俄乌战争结束了 俄乌战争没有什么看点了 错了 俄乌战争在扩大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 咱们中国人一定要准备好 特别在俄罗斯的华人 在乌克兰的华人 在白俄罗斯的华人 在拉图维亚 立陶宛 波兰 罗马尼争 甚至在芬兰 埃沙尼亚 在东欧国家的华人 要准备好 整个战争的扩大 在土耳其的华人 也要准备好 土耳其也是北约国家 整个沿俄罗斯 和北约的对抗的前线 欧洲方向 未来的战争很有可能 会是你意想不到的 你可以想象 俄罗斯现在准备动用战略空军了 这个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还是提醒在当地的华人 特别在东欧的华人 一定要